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ping 上次影片講的3打3競技場彩蛋被大神整個挖掘了出來 這影片會一起看一看 另外還有下季暗馬時全家寶 測試未來角色Bash的片段 最後還會講新的活動、戰爭遊戲的內容 這次影片也會有EA贊助的2150APASP抽獎 想參加的記得專心看影片 影片的後段就會公佈參加的方法 第二屆是磚皮鑽石杯的參賽隊伍和賽規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 比賽將會在4月24和25日晚上8點進行 在我的Twitch和廣東話YouTube Channel會進行賽事的轉播 如果有興趣觀賽和抽獎記得當日到指定的頻道收看 首先先看看競技場彩蛋的實機片段 跟上次說的一樣在靶場的新平台 將會在某個時候開始可以被發動 發動的時候到底是何時呢? 根據比較可信的數據或掘家Structo這個Tweet 我們可以預計一下第九季推出前不同事件的發生時間 官方都已經說了戰爭遊戲WarGames的推出時間 就是在美國的13號推出 但Structo這個Twitch其實是在4月7號都已經推出了 更加增加了下面事件推出時間預測的準確度 下面的事件就包括開放損壞的通行卡 這個會在影片的下部份解釋 然後就是20號第九季內容 或者是要推出的英雄相關的彩蛋出現 25號就會是地圖更新的彩蛋 27號就是蘇果阿葛島的 黃金洲商店優惠活動 最後就是5月4號正式推出APAS第九季 剛剛上面說的第二個事件 Corrupted Key Cards直接翻譯就是損壞的通行卡 其實這就是一直在說的三打三 經濟場在下一季推出前的季前彩蛋 以下要說的就是根據幾位APEX數據阿葛家 放出來的資料整合起來 雖然都應該實不離其九 但還是要說這些只是數據阿葛 不代表未來會8%跟著以下要說的推出 我自己的整合就如下 在香港台灣時間的4月17號 APEX的空頭中 將會出現一個可以撿到的損壞通行卡 畫面大概會像這個畫面 就是拿起平時用來插大幾個電話 取得空頭給出來的通行卡 這個通行卡在遊戲中就沒有實際用途 但它允許你在王者峽谷和奧林匹斯 收集不同的解碼光學噴漆 拿到所有解碼之後就可以在主畫面按下電話 聽聽Edge對你的邀請 然後等到美國時間20號 就可以去到把場上次說的地方發動競技場彩蛋 使用控制面板就會召喚一架飛船 登上之後就會直接帶來一個神秘的地圖 由地底開始就要跑到這裡坐升降機 上去之後就會看到跟上次一樣的動員 當然還有Edge的巨大投影和對話 內容就不外乎跟大家說出競技場三的字了 但整個氣氛都很有泰坦降臨2的感覺 和開發者一直在說 第九季的更新將會帶來泰坦降臨2的元素不謀而合 這個流出就是數據阿掘加進入遊戲的測試模式 直接拍出來的 代表這個直接已經在遊戲中準備完成的內容 加上Structo的可信度頗高的 4月17號損壞通行加進程 看來第九季推出競技場的機率都已經非常高了 不可能第八季季尾推出這個彩蛋 但等到第十季才推出這個模式吧 所以這次真的愈來愈期待了 之後仍然是數據阿掘的內容 內容就來自BIAS-12 我個人就認為它的流出可信度沒有Structo那麼高 因為有過錯誤的流出 它都沒有正式回應過 無論如何 數據阿掘本來就不應該盡信 這次BIAS-12帶來的就是第九季推出的全家寶 還有另一個角色技能的測試 根據它的流出 第九季會推出的全家寶就是暗碼時的全家寶 跟很多人的猜想不一樣 暗碼時的全家寶不是它拿著它的機械人來砍 話說原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機械人的名字叫Hack 暗碼時的全家寶就是韓國的短刀 之前消息流出的時候 不少人以為這個是武士刀Katana 可能西方的社會真的比較容易搞亂韓國日本甚至其他國家 這個全家寶在遊戲中的名字叫Jigto 意思就是韓國的直刀 所以明顯是跟武士刀不同的 現在大家看到的圖片只是我Google隨便找的 當然在遊戲中會有特別的效果 也有全家寶的獨特動作 動作在遊戲數據中暫時沒有人找到 應該是未做好所以不在檔案中 但在這個全家寶的效果 BIAS12也有收到內部描述的訊息 它收到的內容就是 這個全家寶似乎在刀背上有著某一種科技 在刀背上閃耀著看來藍藍綠綠的光芒和線條 手把的部分是灰色的 不過上面有一個觸控式的螢幕 看描述的話 效果配上直刀應該是行形仔的路線 我覺得正式出來的話 將會有一把很漂亮的刀 主玩暗碼士的玩家應該都會買 有暗碼士Main的話記得在下面留言 最後的流出都是BIAS12在APAS測試客戶端裡放出來 這是未來可能推出的英雄 Ash測試大技的片段 技能就是類似惡靈的傳送門 不過使用後就可以短暫穿牆 距離會是非常短的 另一會是用來直接自己連帶隊友穿牆 似乎會是防守型玩家的惡夢 這個技能只是測試可行的程度 最後會不會真的這招都未能確定 但這招的確是很適合Ash的 因為Ash在Titan4E裡 用的Titan也是會使用上位瞬移的技術 最後的資料就是已經確認的活動戰爭遊戲 又是Maggie拿走了APAS競賽的主辦拳 為APAS帶來五個新的限時入侵模式 其實本來還有一個關於改變火圈的模式 只是官方注意到 玩家上次對改變火圈非常反感 這次就直接拿走會改變火圈的一個模式 剩下的五個模式就是裝甲再生 在場中身上的護甲會慢慢補充電量 在受傷8秒後護甲就會開始回 但如果這件甲爛了就要等16秒才開始回 而場中也不會再找到小的電池 擊殺時刻 場上每個玩家的死亡會減少下次修圈之前的時間 自動旗次 隊友死亡後的旗次不用倒閉直接拿到身上 特別的地方就是場上的行動式重新信號台會增加 終極區域 一個場會有三個連著閃炎點的戰區 如果之前沒玩過 閃炎點的發光泡泡裡面會恢復生命值和護盾 還有最後的第二次機會 基本上就是每個人會有一次重生的機會 在被擊殺後保留原有的裝備 然後等一等直接在原地降落跳傘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這個模式裡面 不會拿到鳥和骷髏海 當然還有這次活動帶來的造型 還有免費努力做任務就拿到的免費外觀物品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關於APEX第九季相關的彩蛋和流出的總結 今次EA贊助的2150APEX幣抽獎都是用留言去抽 至於要留些什麼呢 今次就考大家有沒有認真看影片 在影片中間已經在畫面上有出現過要留的字 今次留下那個字之後 再加上今次影片內容的看法就可以抽到 這個頻道每個星期都會推出APEX相關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話記得按訂閱和按下一個小鈴鐺 這個頻道出片的時候就會收到通知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條影片再見 那bye 有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還要到達一邊的門 達一邊的門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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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